投资美国房地产,为什么有的人赚钱,有的人赔钱呢?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,长期以来房地产,无论是租金还是房价,都是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。 大家好,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。 很多中国来的客户,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些年的上涨,总是有一个惯性的思维,认为呢,我只要买到一个房子,那么我就可以赚钱。 但是在美国这种成熟的房地产市场,我们就需要更高的专业度。 美国跟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是,美国的房地产是一个长期持有的投资方式。 净租金回报直接决定了这笔投资的价值,而不是去炒一个房子。 当我们买了一个房子,我们最直接的收益就是把它租掉。 一个好的净租金回报和一个稳定的租客,可以给我们持续地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。 净租金,适合出租的房屋类型,还有租客的筛选,这是最重要的。 这些年也看到很多中国客人,在美国买了很多不适合投资的房子。 比如说,每个月的租金,远远的不够覆盖房子的支出。 或者几年以后,卖房的时候,发现别人的房子都在涨,而自己的房子要赔钱才卖得掉。 甚至房子里住了一个岔足渴,赔钱都赶不走,白白地蒙受损失,或者说房子被非法地用来短租或者坐月子重新,被罚巨款。 所以在美国投资房子,你需要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和一个专业的房屋管理团队。 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买一个投资房,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出租它。 当然有的经纪人会顺着你说来做成这笔生意,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。 投资房要以市场为中心,而不是以你个人的喜好作为中心。 投资房我帮客人把握的更多的是数据,而不是这个房子漂不漂亮, 装修和装饰是什么样子的。 那怎么样在美国做一笔好的房地产投资呢? 通常是三点,第一个是数据,第二个是经验,第三个是管理。 首先确保数据一定要真实,很多客户给我看过一些数据, 不知道来源是哪里,很多都是错的。 通过一个数据分析,我们可以把你的预算匹配到适合投资的房子上面, 包括性价比,升值潜力,甚至以后的租金的推报,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。 之后呢,就凭经验再排除一些风险,比如说地段上的风险, 比如说居住人群的风险,甚至房屋管理的风险等等等等。 拿到房子之后呢,需要一个专业的房屋管理团队, 用合规合法的方式帮你来进行一个房子的出租, 进行一个严格的租客筛选,做最细致的背景调查。 当找到一个优质的租客,房屋管理的经验就变得很重要, 可以帮你和租客解决关于房子的一切问题。 持续不断的租金回报和房子的升值, 这就是一笔成功的投资。